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3号 开始进入主题之前 我先讲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一个是发生在韩国 在美国在2014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在西部的内华达 就是有这样一件事 这个故事我大致讲了 整个这个故事还是很扣人心悬的 如果你想看 你可以去仔细找一找整个故事 你可以仔细看一看 我大致讲 就政府想在内华达这块 征收一块地搞开发 但这块地里面有一部分 是属于一个老牛仔的 这个牛仔叫邦迪 然后这个人就不同意 而政府就使用了很多种方法 然后邦迪就觉得 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然后他就去找政府理论 然后警察对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然后这个老牛仔就非常的气愤 他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十里八乡 然后方圆几十公里的这些牛仔 都行动起来了 他们纷纷的都到了邦迪的所在的这个地方 他们来的时候可不是空手来的 全都是带着武器 甚至是重型武器过来的 他们就讲 政府今天可以强行的征收邦迪的地 明天就可以强行征收我们的地 所以我们保护邦迪 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然后来了很多人 很多人以后 他们都带着重型武器 警察的力量是很少的 警察之后就怂了 然后警察就开始联络让其他警察过来增援 但是这些人就把增援的这些路口都堵死了 对吧 站在高地 他们就出于有利地形 这样增援可能也很困难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媒体开始打肆报道 然后还有更多更多的牛仔都过来支援 然后这个情势对警察就越来越不利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出动军队来摆平这个事 出动军队这个事就很大很大了 然后当时奥巴马 当时奥巴马是总统 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他就最后决定不征收这块地 然后答应邦迪他们的要求 也就是说邦迪这些人通过利用武器 通过暴力 他们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故事 整个细节的话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能看到 第二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韩国的1980年的光州事件 在整个光州事件的过程当中 发生这样一件事 就是这些军警 他们就是军队 他们屠杀民众 过程当中 就是很多光州的这些韩国男人们 就看不过去了 然后他们因为都参过军 对吧 他们都有使用枪的这种能力 他们就把当地的火药库打开了 然后拿着枪 甚至一些重型武器 就跟韩国的军队 政府军队干 甚至一度把军队还打退了 然后当然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很惨烈了 这个事情在当时 就在当时的报道 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暴徒 这些人如何如何坏 等等 把他们说的就是非常不堪了 但是后来韩国实现民主以后 这些人就变成了勇士 变成了韩国人的英雄 对吧 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 在电影当中 把他们以非常好的形象给展示出来了 这就是前后的这种变化 对吧 我讲这两个故事 是想说什么呢 大家看到民众暴力的时候 你不要看表面 你得问一问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使用暴力 如果这些民众 他们使用暴力的出发点 原因是被逼无奈 他们的原因是出于公义 出于公正 然后我们再看 他使用暴力想要达到的诉求是什么 他的诉求也是出于公正的话 那这种暴力 我们就是可以认可的 我们甚至是要对他们进行赞扬的 但这里面我想打个补丁 就是我先提前说 一会儿我可能还会说 我这么讲 绝不是说去怂恿那些香港的年轻人 出去使用暴力 跟警察死磕 不是这个意思 相反 我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冷静 不要要保护好自己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讲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这个暴力它发生了 它已经发生了 它的原因是出于无奈 卑鄙无奈 它所要达到的目标 是一个公正的 社会公义 为了社会公义的 那这种暴力 我们就是应该认可它 甚至去称赞它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 很多很多的大事件 我们称颂的那些人 他们很多人都是领导暴力的领导者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事件 我们去称颂这些大的事件以后 其实它这个大事件 本身它就是一个暴力事件 它就是通过暴力 把这个事情实现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先把再把目光投向香港 香港民众 为什么使用暴力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香港民众是暴徒 如何如何 我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个事情 香港民众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 他们为什么使用暴力 整个过程我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6月9号那一天 对吧 香港百万民众上街 反对这个送中条例 当时整个的情形是非常平和的 没有暴力 非常平和 但是呢 在6月12号那天 港府不听民众的诉求 不对话 依然要强行推行这个 就是这个送中条例的二读 这样的话呢 老百姓就愤怒了 就不高兴了 对吧 很多人就去把这个立法会围起来了 对不对 但很多人说了 你们凭啥为立法会 你们这要造反呢 这个事情非常好理解 以前我多次强调过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 这就像空气水 对吧 像食物一样 对于人来讲是片刻不能离开的 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对 你一个政府想要剥夺人的这方面的权利的时候 老百姓 跟你好好说 你不听 你还要强行去做 那人家把你围起来 这是绝对正当的 就像一个恶霸在村里面 对不对 想要强行去欺负老百姓 对吧 老百姓好好跟你说你不听 你还要强行去欺负老百姓的时候 那老百姓把你家围起来 这无可厚非 在6月12号那一天 大家看到什么呢 警方首先使用暴力 开始使用催泪弹 催泪瓦斯 不带弹 对不对 打人 对吧 甚至把民众的这种做法定性为暴动 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那才是使这个暴力开始升级的起始点 是警察港府先使用的暴力 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在完全没有道义的情况之下 使用暴力 民众是被逼无奈 即便如此 民众还是 即便使用暴力 还是在很温和的使用暴力 而且大部分人还是和理非 勇武派也是少数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但后来我们看到香港警察做了什么 对吧 打人 抓人 在地铁里面放催泪弹 在地铁里面打人 对不对 无差别的去 甚至对一些女性进行一些 就是非常不好的那种做法 对于女性的这种侵害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 等等等等这些事情 到后来出现什么事 一些人被自杀 对吧 跳楼子 从海里面跳海的人非常非常多 就等等这些事情 彻底把香港人的怒火点燃了 对不对 很多年轻人 包括一些年纪大的人 就开始想要使用暴力 对吧 他们的这种暴力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们是有原因的 是被逼无奈 他们是出于道义 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还是为了争取整个社会的公正 对吧 想要去收回自己的 像空气 水 呼吸 食物一样非常重要的 那些自由民主权利 对不对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是不是这样 一直到 前天 就是10月1号那天 香港警察 用子弹 打了一个孩子 18岁的孩子 这个事出现以后 当然这个前前后后的视频 我也都看了 包括BBC的 整个的报道 大家都说 你看 这些孩子先打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出于无奈 然后开枪 对不对 好像香港警察就没有责任 我跟你讲绝不是这样 整个这个事情 大家看一看 是香港警察使用暴力在先 对不对 然后这些香港民众是出于无奈 孩子们出于无奈 没有办法 你这个时候开枪 是绝对不对的 绝对说不过去的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咱们一点点来说这个事情 首先我要讲 说这个警察他为什么敢开枪 他为什么敢开枪 有人说 他是那个得到的受益 就是高层有人告诉他 开枪也没事 有责任我给你们兜着 这是一个背后的原因 这个香港警察 他为什么敢开枪 我告诉大家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香港的孩子们 手里没有枪 如果这些香港孩子们 手里有枪 就像那些西部牛仔一样 他们有重武器的话 这些香港警察 绝对不敢开枪 他不仅不敢开枪 他连出来都不敢出来 这些香港警察 就像那个 刚才我说的 那个美国的那个警察 怂了 不敢出来 为什么不敢出来 因为香港的这些市民 孩子们和香港警察 他们的状态不一样 这些香港的市民和孩子们 他们是站在道德的这一边 道义的这一边 对吧 他们是不是为了自己 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为了香港民众的利益 为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为了整个香港整体的利益 他们站出来 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吧 很多人不是带了那个 医书出来了吗 我们看到了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对吧 香港警察 他们为了什么 说句不好听 香港警察 就是刚才我讲的 比如说一个农村的恶霸 欺负老百姓 这些香港警察 就是恶霸的打手而已 仅此而已 香港警察是为了什么 他们是为了钱 为了利益 说的稍微柔和一点 就是为了养家糊口 说白了都是为了钱 对不对 他们做的这些事 他们自己也知道 是没有道义的 不站在道义的那个脚步上 所以双方是不匹配的 这边的年轻人是敢于放弃一切的 香港警察他们是不是这 他们是为了挣钱 所以说真正在都有武器的时候 针尖对卖马的时候 香港警察肯定不敢出来 就这样 他们正因为自己手里有了枪 有了高于民众的 非常高的高端的武器 他们才敢出来 他们才敢去对老百姓那么去做 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谈到这个 就是香港民众的这个 就是跟警察暴力对抗这个事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这些暴徒如何如何 打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是公正的 我跟你讲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些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为什么呢 他们有血腥 他们知道自己 在10月1号 这个敏感的日子站出来 将面临什么 他们知道香港的警察 有水炮车 有橡胶子弹 有催泪弹 对不对 他们也知道 香港的警察身上带着枪 自己很有可能中弹身亡 他们知道 他们还是出来了 带着遗书走出来了 他们是有血腥的 用我们东北话讲 就是纯爷们 值得尊敬 对吧 我们看到什么情况 就是看到很震惊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在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很多人被抓了 穿着黑衣服 那些年轻人 在他们摘掉头盔 拿下房租面积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都是一些年轻的女性的面孔 对吧 即便是这些女性 我也想把他们叫做纯爷们 有血腥 敢做 我再强调一遍 我不主张暴力 但是这个暴力已经发生了 我谈一下我的感觉 是这样的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那些大陆 那些人 你们有几个敢于 在面对不公益的时候 站出去说话的 对吧 别人的不公益 大家自扫门前写也就算了 很多人就是什么呢 这个不公益的事 这个伤害 已经伤害到自己的家人了 给点钱 也就不吱声了 甚至伤害到自己本人 他都不敢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 去骂那些香港的年轻人 对吧 那些香港年轻人 他们带着遗书出来的时候 你们能和他们比吗 就那些 在这个网上骂香港的年轻人 那些你们敢能和他们比吗 对吧 同样看起来 看起来样子 好像都是 都是那个黄皮肤 对吧 都是所谓的什么 对吧 差不多 里面的这个情况 里面差距 想法差距太大了 太大太大了 真的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 就看那个镜头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细节 我非常感动什么 那个孩子 中枪倒地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是完全可以逃走的 他警察围着 这个倒地的 这个中枪年轻人 还有一个孩子 是完全可以逃走的 但他没有逃走 他过来想去救 这个倒的地上的 这个年轻人 结果那些警察 他就把他摁到地上了 真的 就是香港这些人 他们真是很有义气 这些年轻人 咱们再聊一聊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可能都看过 武侠小说 对不对 都看过一些武侠电影 对不对 谈到这个用枪 咱们就联系 联系这一点 就是说 高手和高手 对决的时候 两个人都有道义的话 那是一种什么情况 对不对 你赤手空拳 我就赤手空拳 对吧 你用枪 OK 那不是 你用刀 我就用剑 对不对 你上马 那我也上马 你再马上 抡长枪 那我再马上就抡大刀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 对吧 这是有道义的 如果中间有谁 使用了一个高端的武器 或者是中间 使用这个暗器 这是最让人不齿的 对吧 你们香港警察 你们的武装多好 对不对 那真是武装到牙齿 头盔 什么都是最先进的 对吧 那些孩子们有啥 对不对 你们那个什么警棍 这些什么水泡 什么都有 对不对 然后你还把枪掏出来 去射杀这些年轻人 那就是在这个 从武侠的角度来看 你就是在使用暗器 是非常让人不齿的 你知道吧 就是这样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昨天我正好碰到了一个律师朋友 然后跟他聊天 我就问 我说这个事 香港警方称 就说这个警察受到了 这个死亡威胁 如何如何 他开枪是正当的 这个在韩国社会会怎么看 他说在韩国社会 这个警察 无论如何 他不能用枪 去对准 在那么多 那么短的距离 去对准孩子的胸口射击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可以朝天开枪 可以朝地 地面开枪 开枪视景 那些孩子肯定就散了 你这么做 他说再这么做 在韩国 那肯定引起轩战大步 谁都不可能容忍的 这个事情 从法律角度上 也说不过去 这是在韩国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就讲这个事情 很多人 可能我说的稍微有一点激动 我就看那些留言 真是黑白不分 对吧 真的是黑白不分 就是把那个黑的 跟你说什么白的 真的 人真是 这个人心 这就不说了 然后我在现在讲 对香港的朋友 说几句 就你们 我还是 刚才我讲了 我不喜欢见到暴力 我跟你们讲 就是你们不要急 很多事别急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 咱们往短的时候 从80年到87年 80年光州运动开始到87年 最后实现直选 整整经过了七年 将近八年的时间 不要急 慢慢来 很多事情 不一定非使用暴力 尤其在当下这种科技 高度发达的时代 对吧 全世界都能看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不一定非要使用暴力 真的 我觉得 这我从心里面 真的不希望你们 再有任何人受伤了 不希望是这样 你们的家里面 一定很着急 对吧 多想想其他的办法 路还是有的 全球的正义人士 都在看着你们 会给你们 会给你们不断的支持的 真的不希望你们再受伤 然后我在想 对香港的这些警察们 说几句 这些警察们 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 已经太过分了 已经太过分了 我就问一句 你们真的不相信报应吗 不相信天理吗 在我们头顶 更有一片青天 上天一笔一笔 给你们记着 报应迟早会到的 你们不要不相信这一点 因为什么呢 你们做的是 没有任何道义的 你们做的是 不道德的事情 对吧 是邪恶的事情 就像我讲 你们是在帮助 这个恶霸欺负人 你们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占着你们自己有武器 有武装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香港的警察 能听到我的视频的话 你们好好想一想 可能你们为了这个养家糊口 对吧 这个以前我也讲过 我充分理解 非常非常理解 对吧 可以 没有办法 可以 但是你们为什么 就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寸呢 对吧 为什么就不能 多为这些孩子们 去考虑考虑 当然我相信有一些警察 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 我不能全盘打死 但是有些警察 你们为什么不去思考一下呢 你们这么做吧 并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 是为了你自己 你对这些孩子们越好 可能你未来 你就有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结果 你对这些孩子们越狠 对吧 那你就是在往自己 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未来你会越凄惨 就说那个拿枪 射杀孩子 那个警察 对不对 以后你怎么在香港立足 不要觉得大家找不到你 你的孩子 你的妻儿老小 怎么在香港立足 对不对 你的孩子一出门 别人就知道 就他 就他爸 开枪 打了我们香港市民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们真的 好好考虑考虑 不要一时冲动 好像觉得自己挺 如何如何的 不是那样的 而且以后 我跟你讲 这个事搬过来以后 首先 可能你们就要变成 替罪羊了 这就是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这样 今天吧 就是好像有点激动了 说的多一点 总之因为什么呢 我就看到了 很多很多的 那个评论呢 我再说一遍 真的是把 黑的往白里说 把白的往黑里说 是非 不明 就是不能明辨 是非 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不明辨 是非 更可悲的 更可恨的 就是什么呢 明明知道 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他就是 跟你往反来说 就是指路为马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整个吧 就讲的这个 包括我开始 讲的那两个故事 也好 我整个想要说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第一 香港市民呢 尤其年轻人 一定要冷静 不要再受伤 不要再受伤害 除了暴力这个方法以外呢 别的方法还有很多 然后不要着急 但是呢 你们 现在做的这个暴力 这个事情出来了 你们使用了暴力 对于这一点 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甚至呢 我是很佩服你们的 没有多少人 特别是在这个 华人圈子里面 没有多少人 能像你们这么有血腥 这么纯爷们 这样 这就是 还有就是对于警察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 你不要 我也不指望你们说 为别人考虑如何 就为你们自己想一想 为了你的孩子想一想 把枪口抬高一寸 对吧 就是这样 中国社会吧 这个大的这个变化吧 这个大家都能看到 有的人说很乐观的 有的人说很幼稚啊 如何如何的 整个的情况吧 是 可能我说的有的时候 稍微乐观一点 但是大趋势吧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历史的一个大势 改变不了 大家仔细去权衡一下 在这个历史的大势当中 我是选择站在正义的一面 还是选择站在非正义的一面 还是选择闭口不说话 看到好人受欺负 也闭口不说话 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路 但是我要说什么呢 在最后历史走过这一页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那些不道德的做法付出代价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